前段时间朋友和我吐槽 你知道吗 我费尽人力物力财力 帮了好朋友一个特别大的忙 结果你猜怎么着 他从头到尾 居然连个谢字都没说 居然还开玩笑说 我办事脱子绝 我安慰朋友说 可能他觉得和你关心 你关心很甜 说谢谢太见外吧 你不也说 开玩笑说你脱子绝吗 可能你的朋友犯了我们大家都很容易 犯了一个错误就是 对陌生人太客气 而对亲密的人太苛刻 比如 我们平时不顺心的时候 不也会对父母大声嚷嚷 不停抱怨 甚至发脾气吗 有谁会在父母做好饭的时候 说声谢谢 你辛苦了 大多数的时候都抱怨 菜炒闲了 又放多了 朋友若有所思的 点了点头 我们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最差的脾气 和最糟糕的一面 都给了最熟悉和最亲密的人 却把耐心和宽容 给了陌生人 对待最亲密的人 我们习惯成自然的不懂礼貌 不会温柔 忘记感恩 不是大呼小叫 不停抱怨 就是懒得搭理 因为太过熟悉了 不知真心 而慢慢失去了应有的耐心和尊重 突然想起一对七八十岁的老夫妻 虽然儿女们都非常孝顺 每个月都会给她们不菲的赡养费 但是她们却坚决 不和儿女们住在一起 老人吐露 儿女们都很好 也很孝顺 但是总觉得在她们面前 就像犯了错误的孩子 总害怕她们会像教育孩子一样 教育我们 少吃这个 不准那个 其实儿女们的初衷都是好的 只是有时候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耐心 在沟通的时候 忘记了照顾老人的自尊 老人渴望得到爱的繁养 不仅仅是赡养费或衣物 他们更渴望得到子女的尊重和耐心对待 我们之所以会把最差的脾气和最糟糕的一面 都给了最熟悉和最亲密的人 是因为我们总觉得最亲密的人 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即使我们犯了错 惹她们生气 她们也不会怪罪我们 事实上不管是亲情 友情 爱情 还是婚姻 都是以脆皮 一旦出现过裂缝 便很难 恢复原貌 即使最亲密的人 也会因为我们的不尊重 和缺乏耐心 而受到伤害 所以即使对最亲密的人 也要保持应有的尊重和耐心 这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所以无论如何 请用心 呵护她们吧 这不仅是高情商的表现 更是成年人的厨师法则 听播在昨日离别的码头 好多梦 层层跌跌又斑驳 人在夕阳黄昏后 陪着明月等寂寞 年少轻狂 有时难与万秋风 经过你 快乐时少烦恼到 经过我 情深一弄缘分拨 谁说青春不能错 情愿人泪不低头 珍惜曾经拥有 曾经牵过手 珍惜青春梦一场 珍惜相聚的时光 谁能年少不痴狂 独自闯荡 就算也有银河缺 就算人有悲和欢 谁能够不养梦想这张帆 珍惜为我流的泪 珍惜为你的岁月 珍惜为你的岁月 谁能无懂又无中 这段珍贵 明天还有云要飞 留着天空陪我醉 无怨无悔 无怨无悔 也是人生一种美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你》 经过你快乐是烧烦恼痛 经过我情深一弄缘分拨 谁说青春不能错 情愿人泪不低头 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 珍惜青春梦一场 珍惜相聚的时光 谁能年少不痴狂 独自闯荡 就算月有银河缺 就算人有悲何患 谁能够不养梦想这张帆 珍惜为我流的泪 珍惜为你的岁月 谁能无动又无走 这段珍贵 明天还有云要飞 留着天空给我醉 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珍惜为我流的泪 珍惜为你的岁月 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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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